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工地进展不错 这食堂不是有饭吗 那工人怎么在那吃饼呢 小伙子 这怎么在那吃饼呢 姑娘 这吃饼很正常 我工作都两年了 我天天都吃这儿 没事 哎 话说姑娘 你来这儿干什么 这工地危险啊 没什么事赶快走吧 不是啊 这我听说这工地每个月都发有餐补呀 这才15号 这餐补刚发下来 你这就吃点这儿 你这下午有力气干活吗 餐补 什么餐补 我在这儿干了两年了 餐补被听都没听过 我每天中午只吃这些干饼 食堂那些都没做过菜 这不可能吧大哥 我这儿早都听说 说照片这工地 这给待遇可好了 我还想让我这爱人来呢 我可 我说的都是句句实话 姑娘你不信你去问那些弟兄们 我可以算条件好的 还能吃个饼 带人的钱都自己掏的 那些条件不好的都吃干馒头 带人来个工地干活嘛 都不容易 省点钱 给老母孩子 唉 大哥 你们这儿的工头叫什么名字呀 文童 这长鹿洋 长鹿洋 大哥 那这我了解了 你们这工地有多少人呀 这吃干饼也没阴阳 你们这也没力气干活 走吧 我请你们吃饭去 不是姑娘 怎么那么奇怪啊 咱俩非心非悟的 一会儿问我吃饼 一会儿问个工头呢 再说了 我们的弟兄那么多呢 家里姐 二六个人呢 是不是什么挺什么吃饭呢 大哥 我这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呢 是这方言之谈董事长 我今天出来 就想看这工地进展怎么样 就没想到 就遇到你 在这吃这干饼 这我才了解到 原来 原来你们这工头 私自扣扣呢 行了 就走吧 叫上这兄弟们 走 我请你们吃饭去 哎呀 我刚才今天还让你说 真对不起啊 哎呀 大哥 这工地呀 多可有你们 你看 这才能发展这么快 走吧 这公司不能亏待你们 走 咱这位弟兄们 吃饭去 行 走 谁呀 干嘛呢 长工头 哎呦 组长 你这上班时间睡觉呢 没没没 我在这看文件呢 看文件 看文件 长工头 我这呢 昨天也去工地看了 没想到呀 你让我看了出好戏呀 这位农民工 坐在路边 在那吃干饼呢 我还正是问他了 原来 这位农民工 发的参谱钱 都让你得回扣了 董事长 这没有的事啊 你看错了吧 没有的事儿 长工头 这次还是我亲自去的 而且 我回去也认识调查了 你自己看看吧 都是你的恶行 这当初看你老是 把你踢完为工头 现在没想到呀 这才当上工头一年不到 你这坏事儿 干得不少 董事长 这里泄口喷人 行了吧长工头 我们公司容不下你 你去财务部领的工资 人不报道 走人吧 别啊董事长 行了吧 我全靠这个工作 养家糊口呢 我你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还有长工头 我呢 限期三天之内 把回购的参谋钱 都给我透露来 要不然 咱们走法律程序 行了 等你把钱 都给农民工之后 立马走人 董事长 还不走 论着干嘛呢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不是 我这干了什么事儿啊 快洗了 像他那样的人 不必留在公司 农民工的钱都回扣 唉 这男方怎么还没到呀 这相亲 哪有先让女方到的道理呀 唉 这已经到了相亲时间点了呀 等多久了呀 唉呦 这都五分钟过去了 哪还不到呀 姑娘 您是长大哥 介绍了相亲对象吗 我们那工作太忙了 没忙过来 我这就着急忙方过来了 衣服还没换 希望姑娘能谅解一下 你这工作是个保安呀 这长大哥可真不靠谱呀 你这都生亲迟到了 你还来干啥呀 你自己看看 你迟到多久了 姑娘真不好意思 不过 这当保安应该也没事吧 毕竟为了保护别人的安全嘛 我感觉这是个挺有正义感的工作呀 但是这相亲 哪有让女方等男方的道理呀 再说了 你这干了啥工作呀 你都还好意思来相亲 不是姑娘 我知道这次相亲晚了 和你来体谅啊 毕竟 这作为一名保安 保护别人安全 不能随时就离擅自离港嘛 希望姑娘能谅解一下 唉对了姑娘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出来呀 他吓死你 我可是我们公司的经理 公司经理啊 这职业那么高 你工资肯定很高吧 你说呢 就你这穷穿样 还好意思来给我相亲 你觉得咱们俩门当户对吗 不是姑娘 相亲 这并不是说 必须得比个高下嘛 再说了 以后是为了在一起生活的 不能用别人的职业 而瞧不起别人的 我这哪是瞧不上你啊 我这正眼瞧了你一眼嘛 唉 好了 就你这臭保安呀 还给我相什么亲呀 那就算了吧 姑娘 唉 果然不如我所料 幸好 我穿着这一身衣服过来相亲 不然 不过我还有董长身份 就看不透我这些姑娘的真实面目 唉 来了来了来了 来啊 畅大哥 秋香啊 进来吧 我说了畅大哥 秋香妹的 你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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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 畅大哥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你看你给我介绍那个相亲对象 他迟到了不说 那工作 还是一个保安 我可是个经理 堂堂的大经理 他个保安 你觉得 你把他介绍给我 这合适吗 秋香 什么保安呢 说什么呢 你不是你们公司的经理吗 还有一个 你知道吧 我跟你介绍那个 方言集团 你知道吧 他可是方言集团的董事长嘛 这多少人求职不来的事 这到底你们在怎么成保安呢 你是不是见错人了呀 什么呀 他可是穿着保安服 去跟我相得亲 他是叫路德纲吗 是啊 就是叫路德纲 不就是个保安嘛 你动了一下啊 妹子 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还想哄我 真的是 吴冯秋说 我跟你说 我刚才啊 给德纲打个电话 他说他之前有个女朋友 占了他的便宜 拿了他的钱就走了 他就谈恋爱这些事啊 然后呢 他就假扮了保安 想过去看看有什么反应 他说 你的反应太对他失望了 过去不但羞辱他 还看不起他保安这个职位 不是我说你秋香 人家不管再干什么 再跟你相亲 他再保安 再清洁工 他起码 他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他没有给这个社会丢人啊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又这么糊涂呀 啊 他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 什么 这 常大哥 这你的意思是 你真给我介绍的是一个董事长呀 我还能骗你不成 这 哎呀 我告诉你 路德纲是白手起家 一步步分得到今天 方便集团 那就是他的 我看呢 相亲的事 我也办法上什么忙了 我回屋休息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带着 就 常大哥 哎 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啊 这我天天相亲 都相不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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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抱着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这晚上吃什么呀 吃火锅吧 还吃火锅呢 都上 哎 那怎么有个人在那躺着呢 你从来看吧 他在晕倒了呀 别动啊 这没饿你的 走吧 不是他晕倒了那扶一下 哎扶什么扶呀 这现在额钱了这么多 我指不定 这又是个骗子 哎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你让他晕倒了 不知道扶一下 你可别扶 这么扶你的怎么办 大冷天的不扶 姑娘 醒醒 姑娘 这怎么办 喂 120吗 哎 哎 您好 我问一下 你们知道这葡萄钢家在哪吗 这是老师 好 谢谢啊 这不是 对 这是那个女孩吗 对 对 她是不是 来过去呢 她就 太热闹了 姑娘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下子一定能学好的 我跟我学历低 可是你放心 我现在我下去学肯定能学会的 姑娘 你放心吧 我下次一定能好好学的 别没有下次 姑娘 姑娘 我这没了姑娘可怎么办 我家里面老母亲要养呢 大哥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不是 睡你了姑娘 大哥 上次在医院你走得急 这我醒来之后你人就不见了 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你给店的 我这还没给你呢 大哥我这一路找人问的 我才知道你在这工地上班呢 大哥你这怎么蹲在这在那自言自语啊 姑娘我还想上班啊 我家里面还有老母亲要养呢 可是现在这工地要求越来越高了 我这没什么学历的 都给裁去了 刚才给工头打电话求情 工头也不愿意 这没办法了 就准备等一会回家 种地去 大哥你这回去种地 就瞒不你这么好的人才 大哥我家呢是开公司的 我爸是方言成长董事长 这要不你来我公司上班吧 就 开公司的 是啊 不是 这没什么文化 要去了肯定帮到忙 算了我回家好就逆了 大哥 你这么好的人 再说了 什么不会学呀 你到我公司了 我亲自带你啊 真的吗 真的 那请 欢迎吧姑娘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我相信你大哥 大哥 我这有张卡 卡里面有两万 密码是六个零 您拿着吧 两万 那医药费就几百块钱 这两万也太多了 大哥 这两万块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就再说了 要不是您救我 我这都不知道在地上躺多久了 您就说着吧 那行 谢谢姑娘了 大哥 不是应该的 再说了 现在这个社会上 像您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走吧大哥 我带你去看完公司 熟悉熟悉 行 谢谢姑娘 走 我就说吧 要扶她扶她 扶了她那两万块钱 不是咱的了吗 早知道就扶了 那我谁知道 早知道 都是你 两万块钱 没了吧 那我不想让她扶钱了 拉倒吧 好 好 我带你去看完公司